春节期间有许多聚餐的机会 吃饭用的餐具除了用来装食物 设计精美的话 还可以衬托食物的精致 让人胃口大开 本地企业协发控股 就以陶瓷餐具成功开拓了国际市场 公司一年生产的餐具超过2000万件 掌舵人陆振元 在接手父亲的陶瓷批发生意之后 投下了巨资稿生产 近期还发展零售业务 他如何带领家族企业成功转型 一起和他面对面 他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吃饭少不了他们 如果你有留意 你会发现 不少高档酒店和餐馆 都选用这个品牌的餐具 现在商家也要打进家庭用户的市场 公司原本是为酒店和餐饮业者提供餐具的 那为什么现在会进军零售业 直接把产品收卖给消费者呢 我们是做了十年卖给这些酒店餐厅 做了大概有四十个国家 我们有做很多OEM 他们也是卖在这些Viteal 所以现在要把自己的品牌做出去 这边就是说增加顾客的信心 看得到在酒店 也就看得到在商店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陆生是本地陶瓷餐具生产商 协发控股创立的品牌 公司去年底在乌节路一家百货商场内 设立了专卖店 全力开拓零售业 65岁的陆振元 是协发控股第二代承舵人 他自少年时期 就在父亲的瓷器批发行内帮忙 父亲在1970年过世之后 陆振元和兄弟接手父亲的生意 1994年 陆家兄弟大胆涂价800万新元 在中国德化县设厂 但是这个决定当时并不被同行看好 公司在20年前 从大理商转型为生产商 并且在中国设厂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呢 当时是德化县政府 他们过来展校 吃上公会 我当时是那边的主席 我就跟他们开了会 就决定把一些会员人 跟我们一起过去那边考察 考察过后 那几位会员人 他们的父亲就不应该去中国 那边的环境很复杂 可是我们又找 其实有去了柬埔寨 有去了泰国 有去了太多国家的 在做生意 觉得中国也许是 没有他们想象的这么不好 开始做也有一些困难 就是说 有本地人的思想 根本就是做不到事情 我们就要把新加坡 日本 请这些consultant进去那边 所以当时你们在做 代理商的时候 其实生意也很好 那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我们是代理商 你只是跟人家买货 可是等到工厂 他要换agent 最多他就通知你 我给你做多一年 或者是两年 所以要是我们要做长期 就好好地去把这个工厂做起来 陆正元大胆投资的决定 让公司成功转型 中国的厂房很快便投入生产 为日本品牌代工 2004年 公司决定扩展业务 除了代工 也创立自家品牌陆生 顾客主要是高档酒店和餐饮业者 订单逐年增加 公司再投下2000万元 扩建生产线 那不论是当初设厂 或者是近期的扩建生产设施 你们投入的金额是几千万新元 所以你是怎么样去做出那个决策的呢 要是要做一个好的工厂 需要买的设备 需要投资的 我们绝对不会说 我可以省起来 跟比较当地的呢 他们不相信要去投资设备 因为一个设备大概是 150万新币一台 他会说 我情愿不要去投资这150位 他会请也许100个员工呢 他都觉得那个比较灵活 我跟其他的工厂呢 思想不一样 他们也许要用50个人 来做一样的 那几千件的产品 我们是一个机器就可以代替到50个人 你觉得你从事的行业 有什么最大的挑战吗 我在德华那边才有听到这样的 他们跟我这样讲 你要是要找死呢 最好就是做瓷器 因为相当气人的 做瓷器 100件不一定 100件全部好的 有时候100件 最多也选到4件 2件 你的泥料 或者是你的温度 或者是你的机器 全部都是要配合得很好 才能够做好的自己 先进的生产设施 结合精通陶瓷工艺的工作团队 让陆振元带领公司 取得出色的成绩 品质至上的定位 让公司的销售网遍布全球 目前公司的代工和自家品牌的产量 各占一半 陆振元希望在未来五年内 将自家品牌的产量增加到七到八成 以实现把公司发扬光大的愿景 那你父亲当初为公司取名为协发 那么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那时候小的时候 因为我是念音效嘛 所以就没有去了解这个意思 等到他们在做这个翻译 他问我 Do you know what's the meaning of your part? Then they say that Oh I see 学法是什么意思 我问我的妹妹 他说就是同行学历 发扬光大 那么接下来也会秉持着 这样的一个信念来管理公司 我的人生的做法就是说 不管是怎么样 最好就是要有共同的 有mutual respect 你才能够做好事情来 每一个人都有长短的 只要我们看他们的长的 他的短的最好就少看一些 或者是不要太计较 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的 那么就是要有同心 要有合作 才能够做长久 上下一心能够让企业壮大 而良好的财务管理也非常重要 一些公司做了庞大投资之后 就面对资金周转的问题 陆振元在融资方面有一些心得 他的分享就在财经追击的面部网页 网址是facebook.com slash moneyweek 这段视频也在我们的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中 这个星期 本地三家银行都公布了业绩 广告回来了解他们的营业表现